台北市長柯文哲這個心情就連續請假 三天到處爬爬燥 週五他搭飛機抵達台東參訪 還好他不是搭長榮的班機 沒有受到罷工世界影響 但柯P說長榮是我們台灣重要的航空公司 政府的處理效率不應該拖拖拉拉 另外也被問到蔡總統拿民調佐證 國家安全比經濟還重要 柯P這回回酸這不是廢話嗎 彈起來就好了 對對對對 戴斗麗杯茶樓 正中午大太陽 台北市長柯文哲來體驗採茶工作 大勞遠從台北搭飛機來 還好沒受到長榮罷工影響順利起飛 勞資一定會有爭議的 但是我覺得政府應該更積極的介入 不是把沒有辦法當作辦法 就我的立場我覺得早就應該 政府要積極出面去介入說 不然大家來喬 對中央處理罷工事件很有意見 對蔡總統跟黨部主委參訓時 拿民調佐證 國家安全比經濟重要 他也很有意見 中央也是廢話 應該是兩個都重要吧 你說你爸爸比較重要 你媽媽比較重要 或是你媽媽比較重要 你太太比較重要 這都廢話 不過總統蔡英文 私下民調有顯示 撒卡都的情況之下 他的支持度領先 柯文哲說 他還沒被說服要支持他連任 有信心是好的 你會支持他嗎 他要努力說服我們 話中有話 卻又說總統無法連任不正常 包含他自己 如果要參選 理由並不正當 最有可能的市場的人 不曉公民黨 最有誰的事件 我覺得都不是一個 除了扣台人的理由 比較正當 那再來是兩個 剛選上的市場 其實也不是很正常 所以你覺得你自己不正常 我一直認為這個選舉 是一個不正常的選舉 不只一次認為 台灣政治本來就不正常 讓他未來投入參選理由 可以更正當 目前為止還是鴨子滑水 碰到大顆黑 也要心存善念 看到王世間 要心存善念也不容易